焊的这个是内角 这样的话要把雾针伸长一点 要确保这个雾针和缝隙呢够得到 这个是紫童环点焊 焊完后焊点的颜色 基本上和母材颜色是一致的 紫童的话需要先提前预热 这是里点吧的驴管 现在焊这个角 看一下这个效果 焊道的颜色和母材颜色是一致的 焊一个内角搭接焊 像这种的话要把雾针和这个缝的距离 要控制的近一点 尽量在一毫米之内 这样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焊点 起了一个固定的作用 大家好 我是冷汉金燕子 现在演示的是汽车板筋加丝修补焊接 传统铝汉输出热量非常大 焊补后板筋变形大 后续处理非常麻烦 而且铝汉对于操作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用冷汉机修补焊接 热量控制准确集装 修补满汉后不变形 添加铝丝 增加焊补量 保证焊接的强度 也能够后续的打磨抛光 同时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比较低 普攻没有焊接基础都可以轻松上手 这是修补后的效果 整体不变形 能后续的任意加工 保证焊接强度 呃 错误的手法 就是说物针放到这个焊色上方了 这样会导致这个焊色融化不均匀 这个就是错误的手法 物针要尽量放到焊色前方一毫米 这是一个弹簧焊接 看一下焊点就是母台自容 这是1.0度星光 两个端先固定一下 没有固定住的话就从上面往下横 冷汗机加焊色的时候 乌针大约是在这个距离放到焊色前方 如果说直接冲着打焊色 或者说放到焊色上方 焊色就容易起球 像这样它就融化 这样的手法就是错误的 要注意放到焊色前方 这是1.0的铝管 封口满汗 看一下这个焊道 就是母台自容焊接 焊的时候就放到它的前方 大约1毫米 焊色这样贴实下去 形成焊点之后 然后再往下走 这样就是正确加焊色 焊色的时候 乌针放到焊色前方 一个点压一个点往下走 这样就是修补缺陷 就是修补缺陷 teor到駕下去 溶针 topics